好 这话题到朝鲜半岛的局势 又再出现了紧绷了对事 本来美朝第二次峰会 可能是在1月份 也就下周开始 有可能就开始推进 但现在朝鲜半岛再度紧绷 朝鲜说美国故意曲解 朝鲜半岛无和化 要变成朝鲜首先无和化 问一下马先生 朝鲜半岛这个局势又出现突变 而且现在西方包括加拿大的战机 也飞到朝鲜半岛来寻衅 中国逼退了 怎么解读 这新闻说的是北韩 说他你美国不去河 我也不去河 因为去的是整个朝鲜半岛的河 他这个曲解只能说明 他是一定不会去河 最近中国和加拿大的巡逻机 在北韩的边境相遇 但是这个地点 我们看看这图就可以知道 我想应该是在黄海这个区域 黄海是一个非常狭小的 对空军来说 非常狭小的区域 北韩南韩和中国都声称 拥有这个黄海的 这个飞航情报区 和这个防空识别区 他们的两个区是重叠的 所以如果加拿大的军机 包括以前这个澳大利亚那么远 都是不远万里的飞机 飞到那里去监控朝核问题了 但是他可能是出现在这个北韩和中国方面的 这个防空识别区里面 那么中国军机呢 就有守卫本土 守卫领空 守卫这个飞航识别区的这个 权力和责任